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环保小手作 之前结婚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旺角的花区买了一些假花去做了一个花球 是签纸的时候用的, 现在其实都放在集物房一段时间 就想用它来装饰我的香薰瓶 香薰瓶我不太记得在哪里买, 因为一入伙的时候就已经用它 加上香薰油都已经买不到同一种味道 所以今次改造之前, 我就决定再洗净这个瓶才用 因为内容其实都发现它有些小昆虫, 所以清洁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帮我的花球进行解体 我之前做这个花球的时候, 选择的花不多, 只有三四种左右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蓝色的玫瑰和瘦球花 今次想做这个花束香薰瓶, 就想选择一些比较粉嫩色彩的花 这个花球的花就适合了, 不需要浪费, 照样用它 那我就拿那些拆了出来的花出来, 拼一下, 搭一下色 看看怎样放是比较好看 在搭那些花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就是有一朵主花 主花可以有一至两朵, 就是比较大的花, 比较抢眼的 然后就搭一些比较细的花, 就像瘦球花那样 这样搭出来就比较丰富, 而且有层次 本身我这个花球都用过几次, 而且收藏的时候有时候会摘到花 所以那些花的形态有一些是不太漂亮的, 好像有一部份是瘦扁 即使我们做的这个小花束很细窄也好, 只是用一个香薰瓶去做装饰 但是我们都要去整理每一朵花的形态, 这样做出来才会漂亮的 在搭那些花的时候, 都要考虑平身的尺寸 因为那个瓶本身不是很大, 如果我们做的花束太大扎的话 那就会好像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 在我们订好花束之后, 就可以对花的长度进行修剪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花的长度和高度 我自己的做法是先将那些花束 用MT去摘好, 然后再放入玻璃瓶里面 这样就会更容易站得好一点 如果不是, 插入花瓶之后, 那些花有机会散得很开 那么就和我原本想象里面的形态就会有些不同 之后再加上这些香薰棒 那整叠花就会更加稳定地固定在一个瓶的中间 然后就用了花球上面那条丝带去绑了一个蝴蝶结 准备做一个蝴蝶结的装饰 那些丝带的边位我都会用火烧一烧去 这样就更加耐用了, 没那么容易披口 而最后呢, 我就会用一条铁线穿入那个蝴蝶结那里 然后将它绑在那个花束那里 做一个小装饰 那这样花束香薰瓶就完成了 好了, 如果大家都有一些旧的花球 主要都是人造花的花球 是不要的话呢 那都可以是将它解体或者扔之前 用这个方法将它重新废物利用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我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下一次再见 拜拜